认真减肥第八十三天 鸭腿 鸡腿 鱼 黑木耳 干净少蛋 丝瓜 再来两个荷包蛋 一点点就行了 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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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剥了跟没剥一样 来多少钱 26 26 好嘞 阿姨今天给我打的有点多 不知道能不能吃完 今天确实有点多 低腿还份儿大 开始自律 开始自律 在里面都没有蛋 说实话 我就是为了吃番茄奶奶 蛋的话我会有奶奶 而且番茄挺贵的 好久没吃这个黑木耳了 好久没吃 这是丝瓜 我从小就爱吃 我也从小就能吃 我小学的时候就吃三碗饭 再用一碗太久 再说两碗饭 再想一碗太久 再用一碗 就要再放一碗 非常心想 左手鸡腿 右手鸭腿 我感觉鸡腿更嫩一点 好嚼一点 鸭腿的肉相对来说会柴一些 不太好嚼 而且鸡腿的蛋白质含量更高 还更便宜 这个是4块钱一个 这是6块钱一份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 我都是点着鸡腿 鸭腿偶尔吃一下 顺便说一下这个素菜的价格 他们这边都是2块钱一份的素菜 不管什么素菜都是2块钱 煎鸡蛋也是素菜 3块钱一个 3块钱 3块钱或者服够一份 点击 1块钱 7块钱 6块钱 5块钱 6块钱 6块钱 か 6%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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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